因為怎麼樣 今天主題叫什麼 要尋找老朋友 這張齊磊也我的老朋友 從小時候看齊磊這麼大張 現在來的時候看齊磊也這麼大張 才知道 樹老的慢 人老的快 所以我們今天愛護樹木 藏早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我們台南市辦這個活動 樹真的很重要 現在大家在節能 健碳 靜靈循環的時候 都知道種齊磊很重要 那這張齊磊 種到可以長得這麼大張 種種是不簡單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台南市政府 剛剛有講的已經列了342棵老樹 那這個樹是怎麼樣呢 一定會再增加 對不對 因為樹會繼續長大 我們會繼續把它列作要管理的樹 那這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個 樹 不只是樹 就像我剛才說的 像小人看這張 像我看得真 它還這麼大張 我都老的病 老的病 那但是呢 故事還在繼續 為什麼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來在這棵樹下 聽到現場音樂大師的演奏 所以即便是老樹 即便是老成 也有新故事 而且呢 這個故事繼續在發生 所以呢今天 不管來到現場的大朋友 小朋友 你們都很重要 為什麼 台南建成400年 怎麼辦 還要繼續四百年啊 還要繼續四百年啊 還要繼續四百年的理數上要來下 哎 就是你我在寫歷史了 所以今天大家在這裡 我們聽到過去的故事 我們現在活在線 我們正在寫歷史 所以接下來請大家務必要幫忙 跟農業部一起 跟台南市政府一起 讓我們愛護我們的城市 讓我們愛護我們的農業 讓我們愛護我們周邊的樹 所以在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次謝謝部主